民国爱情剧火爆来袭 颜值爆表的演员阵容 爆款剧即将诞生 虽然民国爱情长扮凄美 但这类题材影视剧依然热度不减 更令人欣喜的是 民国探案剧也照样人气旺盛 当各种家庭伦理 悬疑剧情层出不穷时 我们可能会产生一种疲惫感 以为题材不够多样化 然而 就是这时 一部独特的民国爱情大戏 一梦浮生突然来袭 看 那些俊男靓女亲情演绎 爆款知识昭然若揭 双重身份 哀恨交织 引人入胜 一梦浮生由何家男主比 故事背景设定在清末民初 富豪邻家惨遭恨祸 唯一幸存的女儿林梦辰 沦落富商皇家 被迫嫁给死去的少主人操办明婚 在生命除微之时 命运安排下 她遇见了头号杀手叶小生 善良的叶小生长叹一生 决定收养梦辰 照顾她成长 十年后梦辰变成熟 开始拥有追求者 而这一切都被小生察觉 出于嫉妒 她决定保护妹妹 却在无意间 泄露了自己的双重身份 她深爱梦辰 却又害怕自己的真实面目毁掉 然而梦辰对小生的感情 却在悄悄变化 她暗中加入血祭堂 成为新人杀手谷语 为了调查林家灭亡的原因 她忍受离别之痛 将对小生的深情葬于心底 精彩绝伦的演员阵容 愈发让人翘首以待 高一人饰演的叶小生 表面是善良的商人 实则是神秘的杀手 她双重身份的叠加 引发一段禁忌之恋 演员方面 方思唱扮演的孟辰 背负着林家灭门之仇 跟随小生挖掘真相 表面冷漠如冰 内心深处却渴望 扶去小生孤寂身影 总而言之 该剧节奏明快 复仇和感情纠葛交融 绝对值得一看 简单地说 这事儿就发生在 清末民初那会儿 林家人以前挺有钱的 但后来全死光了 留下个小女孩叫林梦辰 别人把她卖给皇家 本来还要让她和皇家 那个死人结婚 就在孟辰差点被火埋的时候 一个大侠士的杀手小生救了她 就因为她找皇家麻烦来着 小生当着孟辰的面杀人 可她不怕 反而觉得小生是个大英雄 于是小生说 要不就让孟辰跟她混 做哥们儿 一直保护她直到老去 这一晃就是十年 孟辰从小朋友长成了大姑娘 孟辰又有人追漏 小生听到了 马上冲去保护她妹子 但心里稍微有点吃醋 表面上她俩就像哥们儿那样 可有次任务中救了孟辰后 她忍不住表露出来了 小生害怕孟辰对她不再那么热情 小生并不知道 跟她一起生活了十年的妹妹孟辰 已经悄悄了解到她的事情 进了邪恶的血迹堂成了谷语的徒弟 为了找出杀害父母亲人的真凶 孟辰只能舍弃昔日的纯真 把对哥哥小生的感情葬得很深 而言何家难坦言 我们这部戏里可是有缠绵的爱和愤恨 还有复杂的恩怨情仇 都是那个时代特有的味道 我希望大家能从这个剧中深刻体验到那种感觉 听说这部剧是高一人和方思唱主演 前阵子他们主演的悬疑电影国语可是口碑很好 方思唱也因此独特的演技在观众心里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次两人又要演一部紧张刺激的恋爱戏吗 真的很让人心动 《一梦浮生》就是不明国爱情剧 看过的说剧情特有意思还特别有特色 除了报仇的段落 主要是探讨了各种复杂的感情问题 真的很容易让大家产生共鸣 近来新出的电影《一梦浮生》大家特感兴趣 热意不断 观众们纷纷表示很想去看看这部片子 体验下那的特定年代的氛围跟情怀 《一梦浮生》虽然是民国爱情剧 但是剧情特殊 很有趣 大家都等着看 这部剧要讲述清末民初那些错综复杂的情感关系 帅哥美女们都会有自己的情感路线 大家都盼着这个剧 觉得保证好看 视觉上绝对够享受